你是騙人沒討厭 還是不知道國外的國會怎麼運作 所以我昨天晚上在直播的時候 我話稍微講得重了一點 那第二點我很不高興的事情是什麼 我們寫了那麼多東西給憲法法庭 那個憲法法庭的裁定 一句話都沒有回應 一句話都沒有回... 一句話都沒有回應 那你從頭到尾 沒有看到 你講了什麼 你講的為什麼不對 一句話都沒有寫 一句話都沒什麼 那你... 那你開庭叫大家寫狀子 幹嘛 你是在正小的 你可以這樣嗎 我不高興的啦 王國昌還在崩潰 還在說大法官都沒有回應他 大法官的暫時處分的裁定書 就三十幾個 寫得清清楚楚 每一句都打臉黃國昌 黃國昌還在說沒有回應可問題 來了 觀眾接著問 如果被判違憲怎麼辦 黃國昌說 我的世界會崩壞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黃國昌怎麼說的 他真的宣告權威憲 不可能 那如果真的你會怎麼幹 接下來怎麼幹 我先不講預設 但我直接跟你講絕對不可能 他不敢 這個不是敢不敢 就...就沒有道理嘛 可是他這麼幹啊 就沒有道理嘛 他這麼幹啊 老子就是... 那你如果這樣講的話 我心中的那個... 不... 不是 我心中的世界 就崩壞了 會崩壞 真的 我心中的世界會崩壞 他如果宣告全部威脅 我心中的世界真的會全面崩壞 我沒有辦法跟你想... 我現在... 我真的沒辦法跟你想像說 到時候... 是... 會發生什麼事 我會怎麼樣 黃國昌要壞掉了 他又被崩壞了 剛剛館長問黃國昌 如果被判違憲怎麼辦 黃國昌如果違憲 我的世界要崩壞 我要壞掉了 黃國昌真的被大法官玩壞了啦 他們剛剛兩個連線嘛 因為館長... 那個黃國昌在說什麼 館長都聽不懂 都聽不懂 憲法什麼 昨天直播說 我稍微講得重一點 第二點我很不高興 我寫那麼多給法庭 法庭都不理我 然後呢 你...你一個正校 你這樣可以嗎 我不高興啦 然後館長就問他說 如果全部宣佈違憲怎麼辦 然後呢 黃國昌又繼續講 不可能 不可能 如果真的這樣 我心中的世界就崩壞了 我... 黃國昌就壞掉了 然後呢 館長就這個表情 因為館長在等一句話 等什麼 等說要上街頭 館長是不是說 我一通電話一百萬 館長什麼都不會 他最會就是上街頭 他不是說等國昌老師決定嗎 有沒有 結果他就一直問 他希望黃國昌講說 我們就上街頭 結果黃國昌都不講 如果這樣我就壞掉 黃國昌一直在講什麼 憲法東西 那館長那個臉完全聽不到 好 然後可是他們兩個的 這個收聽力都算 以前啊 正搶的時候 最強要有三四萬 同上 館長只要一上 大概兩萬 然後國昌大概兩萬五到三萬 同時上線 他們兩個如果合起來 合起來的話 他們兩個的粉絲會跌在一起 最少也四五萬 結果呢 現在看得出多少 那天最多 剩下七千多人 而且平常現在都已經降下來了 現在都降到 剩下三四千 就變得很少了 然後你人這麼少 結果小草還可以拓面之竿 希望大家不要太執著於 直播線上人數 我們有深度的看更重要 感謝一路一起觀看 這個比李正浩還少 浩世之路親切 有連講嗎 對啦 好 然後呢 這個最近公布的民調 大家講說 如果宣告 如果宣告違憲的話 大家認同 將近五成 不認同只有三成 對 不認同只有三成 然後就問說 那你對民眾黨立委的表現 欸 五成三六 五成三不滿意 三成二滿意 五成三不滿意 這其實都是骨瘡了 對 好 結果就有一個人 去到日本的京都 這個 這個事叫做安景金比羅公 這個事 那我們去的時候 通常都會有一些許願 所以有一個人說 希望台灣國會正常應做 小人 富君 黃國昌 許小新退散 好到日本去了 對 就是可能有人去那一堂啦 然後他出國 天的這一張竟然是寫說 希望這幾個在立法院整個退散 好 非常謝謝阿川 我跟大家報告 這個東西非常有趣 這個寺廟是什麼 我們隨便關於今晚廣告 回來廣告 我在跟大家講 這個寺廟到底裡面是什麼東西 各位 新台派上限 今晚節目沒有極限 范老師 我覺得黃國昌 這史上崩壞最快的政政物 他原本是地位這麼高 高到寬外面對不對 現在有人去日本玩 在日本京都的安景金比羅宮 我們去神社都會寫些願望 就說呢 希望小人富貴及黃國昌 許小新退散 這個安秉經紀羅宮 很有趣喔 他幹嘛呢 他最大特色叫做斬斷烈元 現在黃國昌變成台灣的烈元 要被斬斷了 黃國昌明天的直播一定會說 你看我的影響力已經無緣佛界了 到京都的神社了 對 抵達東營 影響到日本去了 對不對 所以你看他可能還沾沾自喜 不過你看黃國昌跟館長 那個畫面很唐突 有嗎 很反差 館長黃國昌啊 你跟館長講憲法法庭聽聽不聽嗎 黃國昌館 館長不懂嗎 當然聽不懂 但黃國昌 館長不是保讀私書 學富軍嗎 你黃國昌蹲蹲蹲蹲蹲蹲蹲 可是我們館長 你們為什麼要笑成這樣呢 我們館長 我們這個Live的節目 不要亂講 我們館長就是領悟不出來啊 就是你黃國昌說得很清楚 我聽得很模糊 這個節目就是完全聽不懂嘛 還沒有在笑話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今天那個照片 其實你真的 你找一個憲法學者 或者你哪怕找翁曉玲來 都不會那麼感覺差距這麼大 你說現在就我們看這個畫面 對啊 館長其實整個腦袋都灰掉了 他就是一直出現 他只講 我要上街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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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黃國昌一直跟他掉書袋 一直出現黑人問號 對啊 那個地方嘛 所以你看說你跟他 如果你跟館長講什麼 講Muscle 健身 對 專業專業 健這個 上街頭 他很厲害 對不對 你跟他講憲法法庭 我真的覺得這有點 對牛彈琴 也彈錯 琴彈了那麼那麼努力 血都斷掉了 他還聽不懂啊 所以你看這個 他還是這個畫面 還是看人 他遇到館長 還是很仔細的講 然後講了這樣 有叫無淚 對 有講的 真的有叫無淚 但是很可惜的是 講了這個我們館長 可能沒辦法 沒有那個誤信 所以我真的覺得今天 但為什麼他找館長 因為他知道 他找翁曉玲 可能點閱率更低 找館長起碼一些基本盤 現在剩七千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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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他快破底了 這跟過去來講 你看現在黃國昌的講話 他那種態度 那種神色 這種氣勢 我覺得跟過去來比 已經是判若兩人了 真的判若兩人 我覺得黃國昌已經 他現在已經說了 我先跟你講 絕對不可能被判違憲 這不是敢不敢 這根本沒有道理 如果真的被判違憲 我心中的事件就崩壞了 如果宣告違憲 我心中的事件就崩壞了 黃國昌壞掉了 他崩壞了就開始吶喊啦 怎麼是這樣子 我覺得就是哭天求地的那種感覺 在地上打滾 那種感覺 這真是個學者 他這個悲傷舞階段 之前是否定期 昨天是憤怒期 他不是去嗆聲辯論嗎 對 現在到悲傷期 他崩壞了 所以我真的覺得 他再這樣下去 可能整個人的身心靈 都會面臨到非常大的挑戰跟挫折 但是你看 台灣民意基金會 是游盈隆做的 他一般是對民進黨比較不友好的 而且他的民眾比較好 比較好的 他說民調是48%的民眾 是支持大法官 針對這個立院擴權的無法 進行違憲 對 49.6 對 只有33%不接受 那代表是什麼 祖庸民意是認為說 大法官應該要針對這些 擴權的法案進行仲裁 另外有50.6%是支持 對這些擴權的法案 進行暫時處分 所以我覺得這就是一個